嗨嗨,嗨嗨,床上躺着一个瘦骨临寻的妇人,她微闭着眼睛,面庞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。 她时而眉头微醋,时而重重地咳嗽,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颗珍珠钮扣。 这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瘦弱少年,手捧着一碗散发着浓浓苦味的药汤进来。 少年扶起妇人,让她靠在枕头上,道,阿娘,药来了,喝完药就很快好的。 妇人挣扎着从床上坐起,苍白的面庞因痛苦而扭曲,细细地焊珠从她的额头渗出。 妇人缓了口气,看着少年万分不舍道,阿瑶,嗨嗨,阿娘药不好了,不必再浪费钱买药了。 说着,就把手里的珍珠钮扣递给少年,又道,嗨嗨,是为娘不好,让你遭受这么多年的白眼与侮辱。 嗨嗨,你拿着这个信物去找你父亲吧,善狼他一定会好好带你的。 去吧,去吧,去找你父亲。 妇人说完就昏死过去了。 少年大惊,脚不急促地往外面奔去,连脸上的泪水地来不及擦干, 嘴里还念叨着,阿娘,你等着,儿子去找大夫,大夫一定会看好你的。 砰砰,大夫,救救我娘。 砰砰,求求你们,救救我娘,救救我。 娘,少年沿路看到药堂都一尖尖地敲过去。 可是没有人施以援手,有甚者还用鄙夷的眼光看她,或辱骂她。 就在她心灰意冷时,一个老乞丐看不过去,过来跟她说。 孩子,听说怡陵最近有一个新建立的药宗,没逢五日就会派弟子下山一枕,你去那试试吧。 少年昏暗的眼,一听这话,一下子又恢复了些许光彩,心中合计了下,云平到夷陵不远。 于是少年,把她娘给她的珍珠钮扣给卖了,拿了钱就请马夫把她送去夷陵,在路上。 卖了钮扣少年,心中没有不舍,反而还松了口气。 夷陵这日,刚好在举行一枕。 方寸山脚下一字排开,有二十多个简陋的棚子,每个棚子都有一至两个身穿轻衣墨竹纹衣袍的大夫在看试。 少年像是看到救命稻草般地扑过去,跪在地上,道,求求你们救救我娘。 少年这一动作惹来了很多人来围观,这是一个刚看完试的大夫,道,小公子,快起来,你娘怎么了? 说着就看向少年的身后,没见有其他人诱导,你娘没跟来吗? 我娘在云平城,她昏倒了。 大夫疑惑,那你怎么会来怡陵,云平城哪边不是有大夫吗? 少年哭着道,他们不给我娘看病。 我又没钱实在,实在,不等少年说完,那大夫气得大骂了起来,道, 这人,这人实在是有唯一训,不配唯一。 说完就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,捏在两指尖一下就燃了起来。 片刻不到一个依旧身穿青色绣有墨竹纹衣袍的少年,从山上飞尸而下。 他有着白皙的皮肤,面如关玉,他眉眼间堆满了墨然,眼神淡淡的。 表情却如若寒星,直挺的鼻梁,静默冷峻如冰。 这少年就是新建立药宗的宗主温安。 温安的声音极淡,带着冰冷的气息。 道,四叔,怎么回事? 四叔道,大公子,这个小公子的母亲病了,在云平城,哪边的大夫不给看,就找来怡陵了。 公子,求求你救救我娘。 少年又跪在,求道。 温安撇向少年忽然一顿,心想,这人怎么长得这般熟悉,好像在哪里见过盘。 在下温安,这位公子叫什么? 少年道,在下云平城梦瑶。 温安一惊,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梦瑶,心想,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脸方尊。 怪不得有种熟悉感,算起来他俩还是仇人呢。 不过算了,他也是个可怜人,更何况前世之事前世了。 今生他也还没与自己为敌,还是能帮就帮吧。 走吧。 梦瑶还没反应过来道,去哪? 温安无语,架起梦瑶就遇见往云平城去。 梦瑶把温安带到一个极为简陋的房子里,里面还传来一阵阵的咳嗽声。 娘。 梦瑶叫了声,就急忙地走进去。 温安皱眉地尾随其后,只见床上的妇人面如枯稿,一脸清灰,看着却像个将死之人。 温安急忙地上前浩迈,见温安一会皱眉一会又摇头的。 梦瑶大惊,嘴唇颤抖着问,温公子,我娘,我娘是不是,不,话还没说完,温安就冷冷地瞥了她一眼,道,无妨。 只不过是气血不足引起的废弃肿胀,又加之多年心病未消,开两副要调理调理就好。 不过最重要的是要换个环境,这里不适合你母亲居住。 沉闷了半晌,梦瑶咬着唇道,我,我没钱。 而且,我娘,我娘是花楼里的姑娘。 我,我,看到温安一下子粗筋着眉头,梦瑶脸一下子白了,道,我,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,我母亲是,是,花楼的姑娘,够了。 温安大喝道,即便你母亲是花楼里的姑娘,也把你养得这么大,这就说明你娘是个好母亲。 想了想又道,你可识字。 孟瑶红着眼点头,道,识字。 温安道,我有一弟弟,正好要找半读,你可愿。 孟瑶瞪大着双眼,导算搬点头道,愿意的。 后又有些担忧,可我娘,温安道,我为她赎身。 自这日后,孟瑶就带着她母亲一同随温安去怡陵定居了。 过了几年,温安有带着孟瑶和她母亲前往兰陵认亲,结果连金光扇的面都不曾见过,就被家奴轰下了金灵台。 自那后,孟瑶母子对金光扇窃敌死心了。 等孟瑶来到方寸山看到了温安叔的弟弟,其实就是温宁。 而温宁也不需要什么半读,温安这么说只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出路的理由而已。 从来以后,孟瑶更加感激温安了,甚至还经常对自己的妻女说,没有温安就没有她孟瑶孟兰生。 说到孟瑶的字是孟失去的,也并非是什么高大上的君子如兰,空谷幽香,而是当年自兰陵认亲后的重复新生。 我叫孟瑶自兰生,并不是君子如兰空谷幽香的兰生,而且兰陵过后的重复新生。 我是第二届的准仙都,为啥说是准仙都呢? 那是因为我才被选上,还未举行典礼仪式。 我前半生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人,一个是我娘,一个是我家公子温安。 后半生又多加了两人,一个是我妻子,一个是我女儿,而这一切都在我继任仙都时没了。 哦,也不是没了,只不过都变了。 这日我从一个叫金光瑶的人身上醒来,一切都恍恍惚惚的。 在接受了金光瑶的记忆时,老实说我很想死,为啥我娘死了? 为啥我公子会成了魏无羡? 好吧,公子说过他以前是叫魏无羡的。 为啥我未婚妻是勤诉他,可是我的亲妹妹啊?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? 还有,为啥我会认亲? 为啥我会在金灵台当一个二公子? 是我家公子不乡还是方寸山不乡了? 好吧,现在公子不认识我,方寸山还是乱葬岗。 忽然觉得我好难。 媳妇你在哪呢? 想着我那亲妹妹的未婚妻,我觉得我更难了。 忽然更想去死了。 当天夜里,孟瑶正想去乱葬岗找他公子,却被人强行带到点金阁。